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17岁的全红禅大放一彩 以425.6分夺得跳水女子时米台金牌 除了单届奥运会夺得二金外 他还顺利完成卫免 并且成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在中国奥运进而表彰大会上 全红禅未居C位 而据央视报道 其实表彰大会的站位很有学问 包括全红禅在内的六名运动员 站在前排中间的位置 严格按照成绩来进行站位安排 足以看出 年纪轻轻的全红禅在中国体坛 已经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日 全红禅已经回到广东 并且和和威仪教练一起返回校园 在广东实验中学和同学们互动 按照行程 全红禅在8月29日到8月31日 将作为内地奥运建儿代表团的一员访港 为期三天时间 在活动结束后 全红禅就很可能迎来一段时间的假期 而接下来三到四天时间 全红禅可能会抽空回到家乡麦河村 毕竟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但他的行踪会极其保密 当然也可能在访港活动结束后 再回到家乡麦河村 其实全红禅也已经在未回家做准备了 他已经购买了一台某知名品牌 512G的大内存手机 作为送给妈妈冯明妹的礼物 全红禅很有孝心 他已经一年没有回家 爸爸全文猫和大哥全静华 以及其他兄弟姐妹 爷爷奶奶等 肯定都会收到全红禅的礼物 一家人都在期待团聚的时刻 应该很快了 人逢喜是精神爽 全红禅回到广东 而他的哥哥全静华 也已经结束工作回到家中 并且 在8月24日这天 全红禅的爸爸妈妈和大哥一起直播出镜 他们脸上挂满笑容 可能知道全红禅快回家了 心里特别开心 全静华现在已经是国内当红三农主播 由于全红禅的父母也在镜头前现身 所以这次直播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收获超过2500万的点赞 而且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10万家 这是国内头部主播才会拥有的直播数据 所以 全红禅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已经不言而喻 当然全静华能成为知名主播 也和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 经常会工作到深夜 全红禅的妈妈冯玲妹最为开心 直播的时候一直在笑 发自肺腑的开心 而全静华则佩戴围裙 似乎是在翻炒海鲜 妈妈也非常心疼自己的儿子 天气炎热 而她也在后面一直用扇子给全静华伸风 现在全家人都在等着全红禅回家团聚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很快了 全红禅在家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 还要为明年的比赛做准备 而且过年期间跳水队会组织东迅 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也已经开始 四年时间其实很漫长 但对于全红禅来说 她成为史上最佳跳水运动员的机会摆在眼前 只要在洛杉矶完成三连冠 全红禅就是跳水界的GOH 和平坦的马龙一样 没有任何争议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话用在全红禅身上 那可是妥妥的贴切 今天 咱们就来聊聊这位跳水界的小吃货 如何预约成为全民偶像 以及她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感慨万千的小故事 话说8月21日这天 广州的天空格外晴朗 仿佛连老天爷都知道有位小明星要回家了 没错 就是咱们的全红禅小妹妹 悄无声息地飞回了阳城 你猜怎么着 她的启蒙教练何威仪 那可是穿着正式的不能再正式的服装 亲自去机场接机 还帮徒弟拎着行李 这是图情深得 比跳水池里的水还深呢 再往前倒推一天 8月20日的奥运表彰大会上 全红禅可是占得稳稳的碎位 那明星法 简直是自带闪光灯 让人一眼就能记住这个笑起来比金牌还灿烂的小姑娘 说起来 这表彰大会可不是一般的热闹 全红禅一出现 那气场 直接让现场变成了大型追星现场 连广东省委书记这样的大腕儿都来接见 家乡人民更是把他当成了活生生的励志教科书 回到训练基地的路上 咱们的全妹可没闲着 小吃货的本色暴露无遗 你说这孩子 刚拿完奥运金牌 按说应该吃顿大餐庆祝庆祝吧 可他呢 天偏对路鞭摊的小吃情有独钟 那模样 就像是在说 哎呀妈呀 这金牌缠的我手都酸了 还是来个煎并果子压压金吧 哈哈 这接地气的爱好 也是没谁了 说到全红禅带来的影响 那可不是一心半点 首先 他自己就给自己赢了个大大的荣誉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成功背后是无数次的尝试和坚持 这话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啊 但全红禅就是这么一股自刃劲儿 愣是把不可能变成了我可能 再来说说他的家乡 那可是因为全红禅而火了一把 游客们慕名而来 都想看看这位跳水奇才的家乡是啥样儿 领导们也是纷纷探访 希望能借这股东风 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全红禅啊 全红禅 你这一跳 可不仅仅是跳进了水里 更是跳进了大家的心窝里 最让人感动的是 全红禅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生活中 都保持着那份纯真和乐观 赛场上 他是个勇往直前的战士 每一次跳跃都让人心惊胆战又赞叹不已 生活中 他就是个邻家小妹 爱吃爱玩 笑容比夏日的阳光还要灿烂 这样的全红禅 怎能不让人喜爱和尊重呢 所以啊 全红禅的故事 不仅仅是体育界的佳话 更是咱们每个人的榜样 它告诉我们 只要勇敢追求 努力付出 哪怕起点再低 也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这就像咱们平时说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全红禅就是那颗在跳水街一一生灰的金子 最后 我想说 让咱们一起为全红禅加油吧 为这位追梦的小姑娘点赞 也为每一个在追梦路上奔跑的你我她加油 记住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只要勇敢地去追求 去努力 去坚持 咱们都能成为自己故事里的英雄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哎 说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也被全红禅的故事给暖到了 反正我是被深深打动了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 咱们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需要这样的励志故事来提醒我们 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全红禅 你就是那个最闪亮的星 继续照耀着我们前行吧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全红禅和陈一文在训练场上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努力 采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没有金牌的光环 他们也只是两个普通的女孩子 网友们纷纷表示 全红禅和陈一文在生活中 也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他们的成功 以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梦 也有网友表示 全红禅和陈一文的成功 是中国跳水队多年来坚持请进来 走出局战略的成果 也是中国体育改革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国跳水队已经成为了世界跳水运动的领头羊 网友们纷纷为中国跳水队的强大实力点赞 也对中国跳水队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还有一些网友表示 全红禅和陈一文的成功 不仅是体育界的胜利 更是对青少年的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网友们纷纷表示 要学习全红禅和陈一文身上的拼搏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红禅和陈一文的归来 不仅是广东跳水的荣耀时刻 也是中国体育的盛世 他们的故事 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运动员 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 为世界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